看到藍天還有風帆 以為我們今天又來到海邊了嗎 其實錯 今天要帶大家體驗的就是 路上風帆車 對很多不敢碰水 又喜歡追求刺激的人來說 路上風帆車相當適合挑戰 這款來自法國的風帆車 就是因此而生 我們就坐上來 輕鬆穿著 用躺的啊 對 你說腳這個是方向盤 對 然後 身體靠在上面就可以了 然後我右往左就是控制方向 路上律師 繩子慢慢拉緊 它速度就會越來越快 教練小小年紀 玩風帆車已經超過十年 說著說著 人就不見了 這樣就走了喔 玩風帆車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風 新竹又成風城 只要跟風有關的活動 來這兒就對了 萬一我感覺要翻車怎麼辦 放一下就好了 你要在旁邊跟著我跑耶 這樣讓我覺得比較放鬆 說風大 果然沒錯 不要太快 如果你轉越太快的話就好 好 那我現在呢 現在呢 我說教練還真的很盡責 從頭緊跟到尾 不會轉彎 還得幫我推輪子 再往左邊 再往左邊 我右邊 你轉彎彎 但這麼幾圈跑下來 對 對 對 好嗎 還真是辛苦了 另外這款外型 有點陽春的風帆車 厲害的咧 可是國人自行研發 這邊就是錯 好 然後我這一隻 這水上的話 超重的 就等於你的舵啦 對不對 對 從海上帆船的概念改裝而來 速度好給你看 我覺得那個速度很快耶 當然免不了兩箱較量一下 真的優勢結果輸了什麼原因 因為震動太大 想不到吧 風帆車也能進速 當然過程趣味居多 想要體驗乘風的快感嗎 那就跟我來 GO